游戏中的角色过于拟真 再加上前天之子诗人化的样貌过于害人 吓坏了不少的小朋友和大人 因此电视台就遭到了家长们的举报批评 最终导致死魂曲的所有广告 无法在电视台顺利宣传 如果某天玩家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村庄 却发现这里的人变得相当奇怪 你们会选择逃离还是给予帮助呢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每当提到了恐怖游戏的时候 玩家们的心目中又会浮现出哪一款最恐怖的游戏呢 POPP Playtime 恶灵古堡 激进岭 还是PT呢 但如果要说到游戏街中 最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怖游戏 甚至还因为太可怕而引起了大量玩家的讨论 那无疑就是外山龟一郎制作的恐怖神作 死魂曲了吧 距离死魂曲最新的续作推出 已经是17年前的事情了 怎么说都有些许的年代感 那玩家们又知不知道 到底这部死魂曲是怎么样成为最恐怖的游戏呢 今天玩家机密就要来和玩家们分享一下 死魂曲背后毛骨悚然的故事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吧 死魂曲系列是由索尼的日本部门开发的一款恐怖游戏 就知名游戏制作人《外山龟一郎》所超到 《外山龟一郎》相信玩家们都应该不陌生 在制作完了《寄静灵》初代游戏之后 离开了Konami公司 加入了索尼 然而没有《外山龟一郎》的《寄静灵》 却在之后的续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了如今标志性的恐怖游戏系列之一 玩家机密在过去 就有跟玩家们分享过不少《寄静灵》的角色故事 也因为这个原因 大量的压力来到了《外山龟一郎》这里 而他也不负众望地在顶着巨大的压力下 搅出了一款难道爆炸的神机游戏 没错 他就是今天要说的死魂曲 说到了恐怖游戏 当年的《二灵古堡》可以说是恐怖游戏的天花板 固定式视角也成为了当时恐怖游戏必备的镜头 然而《外山龟一郎》却选择不按套路出牌 采用了第三人称视角的玩法 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诡异音乐 给予玩家超有限的资源 环境的黑雾更是让玩家无法看清前方状况 感到视线狭隘 而《死魂曲》还有一个相当特别的游戏系统 那就是视线截取模式 只要进入该模式 游戏的角色就会无法移动 而玩家也会切换到第一视角 只是这个第一视角不是主角的视觉 而是附近敌人的视角 这样的设计不禁恐怖 还能够带给玩家极度的不安全感 当然游戏也有提供了地图给玩家 只是地图并不会显示玩家的位置 而是要依靠玩家自己对场景的记忆力和印象 来判断出自己的位置 而作为一款2003年的游戏 这部作品竟然请来了大量演员来出演 透过人脸面部截取 来让游戏中的角色变得更加的拟真 恐怖感也更加的真实 《死魂曲》的故事背景 发生在了一个名叫羽生蛇村的小镇 玩家需要游玩10名不同的角色 透过不同的视角 来了解整个剧情的发展 每条路线都有着各自隐藏的秘密 故事和体验 玩家需要玩玩10个角色的关卡 才能够知道羽生蛇村里 同一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除此之外 官方还针对这部作品 做出了像是漫画 网站 小说 来填补游戏的世界观 玩家如果只是简单地玩玩游戏 可能还无法知道游戏的巨星到底是在说些什么 需要玩家自己分析游戏里的文件和线索 才可以摸清《死魂曲》背后那庞大的世界观 《死魂曲》的起源故事 讲述日本飞鸟时代的天午12年 因为干旱 导致各个村庄的居民们都感到饥饿不已 只能选择对着上天祈祷 希望出现不可能出现的奇迹 然而就在某天 一块石头突然从天空坠落到了一个名叫真鱼岩的地方 被附近村庄里的三个人给目睹了这一幕 三人前去调查经发现 那边有着一只长着很像人鱼的生物 但因为真的太过于饥饿了 三人便选择当场吃掉那只生物 这只生物后来被人称之为剁成子 剁成子不停挣扎 痛苦万分 随后便发出刺耳的尖叫 当中的两人立即死亡 而那时已经怀孕的女孩巴维比沙子 则获得了长生不老的能力 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可怕的诅咒 传说中 这位女孩已经生活了超过800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 她都以不同的身份在各个地方生活 还决定自己建立村子 羽生蛇村便在这里创建了一个名叫真鱼教的宗教 将剁成子作为真鱼教的神明 而自己则成为了神明的代言人 然而随着年代不断的推进 近现代的村民们 已经把真鱼教的一些仪式和行动 当成了羽生蛇村的一个习俗 却不知道仪式背后的目的 其实是巴维比沙子 想要对吃下剁橙子肉这件事 进行赎罪而已 在死魂曲的世界中 一共分为了常世 异界和现世 所谓常世 就是类似于人死后 所前往的另一个维度的世界 异界就倾向于异世界的概念 但碍于村子常年受到了诅咒 因此村子在游戏中 卡在了异界和现世之间 在诅咒的影响下 巴维比沙子的后代 都必定会出现双胞胎姐妹 而为了给多层子赎罪 将其复活 巴维比沙子就必须在每一代 进行神婚仪式 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神婚仪式的活祭品 而巴维比沙子的后代 是来自一个叫神代的家族 而妹妹的名字也都会统一名为 神代美爷子 每隔十多年 羽生蛇村就会让神代家族的 双胞胎姐妹作为祭品 进行神婚仪式 仪式结束后 姐姐会继续留下来繁衍后代 但妹妹神代美爷子 就会被神隐送往常室 为多层子赎罪 可是巴维比沙子因为获得永生 需要不停地进行献祭仪式 久而久之 巴维比沙子也开始出现了多重人格 开始建立了刚才所提到的宗教 慢慢地把多层子对自己的诅咒 转向了对整个村子的诅咒 村民们不仅信奉真语教 每一年的特定节日 村民们更会将身体浸泡在真语盒中 因为他们相信 这样的行为可以将自己过去的罪孽 给清洗干净 甚至觉得自己在离世之后 会前往极乐世界 一直到1976年 羽生蛇村开始出现了变数 一部分清醒的居民开始发现到了神魂仪式背后的秘密 一位名叫赤村晃衣的男子更是直接救走了神戴美爷子 最终导致仪式进行失败惹怒了多层子 羽生蛇村发生了强烈的地震 导致泥石流吞没了村庄 全部村民消失不见 仅剩下一位名叫竹内多文的男孩幸存下来 不过刚才的事情只不过是发生在了羽生蛇村的县市 因为真正的羽生蛇村已经被剁城子拉入了异界之中 现实发生的羽生蛇村事件引起了社会的注意 网络上充满了羽生蛇村的都市传说 而一位名叫须田公雁的男子 在事情发生的27年后 也就是2003年 于网络上看到了羽生蛇村的相关事件 并对于当中的33人图村事件感到兴趣 并选择前去羽生蛇村一探究竟 可当他来到了羽生蛇村时 却遇见了新一代的神戴美爷子 须田发现神戴美爷子正在使用石头摧毁着某样东西 神戴美爷子被发现之后也选择重重离开 那个物品其实是剁城子的头 也被村民称之为神体 神体作为仪式重要的一部分 没有他仪式注定会失败 也因此2003年的神魂仪式再次失败 羽生蛇村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 所谓的警笛声其实就是剁城子的叫声 2003年的羽生蛇村再次被拉入了异界之中 并与1976年的村子重叠在了一起 而且来探险的虚田工业也被拉入了异界之中 而死魂曲一代中能够使用的实名角色 除了探险的虚田之外 其实都和羽生蛇村有着紧密的关系 而当中也包括了1976年唯一的幸存者 竹内多文 进入到了异界之后 羽生蛇村周围的河流都流藏着洪水 连雨水都是红色的 更神奇的是 虚田所受到的伤在接触到雨水后逐渐康复 但其实这些洪水象征的正是剁城子的血 也是印证了触碰到了洪水之人 就能获得永生的祝福 然而在摄取过量的洪水之后 洪水会逐渐支配人们的身体 从而变成一个私人 再加上永生的祝福 私人就有着无限的栽生能力 最终只能生不如死痛苦的活着 有趣的是 我们可以发现到那些被洪水影响 逐渐私人化的角色 会看到眼前的东西变成了美好的事物 即便我们看到的村民 都是一群样貌诡异的私人 但在他们的视角中 生活或许依然是和过去一样那么美好 这就跟高game神作 杀野之歌的概念相似 将同类看成了异类 将异类当成了同类 但在同类的眼中 我们却成为了异类 游戏中所使用的角色 都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 而迎来自己的结局 游戏没有像其他作品一样 能够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下 全速生存逃离现场 反而是每个人 都有因为不同的事情 而迎接自己的命运 随着死魂曲的剧情发展 我们会发现到 剁成子的警笛声 能够让私人进行海送还仪式 进行了海送还后 他们就会倾洗现世的污垢 从而更接近尝试的存在 简单来说 就是无法投胎转世 只能永远的困在羽生蛇村里 也因为虚田在一开始 就摄取了洪水 随着剧情推进 虚田也开始逐渐的私人化 因此神代美爷子 也将自己的血给予了虚田 让他获得了不实诅咒的同时 也避免了私人化的命运 然而代价却是 永远无法离开羽生蛇村 而虚田在透过神代美爷子的血 成功击败了八维比萨子之后 选择履行神代美爷子的约定 也就是毁灭村子 所以虚田便开始拿起了武器 展开了土村行动 而他的这一个行为 也因为时空扭曲的关系 无意间遭到了他人目睹 被当作成了都市传说 做成文章散播在网络上 直到虚田公也自己 再次发现到了33人土村事件 再次的提起兴趣 再次的展开冒险 再次的陷入一个轮回之中 而故事的最后 我们也看到了一位 名叫四方田春海的小女孩 成为了2003年 现世中与生蛇村泥石流事件的 唯一幸存者 当然 死魂曲本身的故事细节 可不仅如此 这只是其中一个角色 虚田公也所面临的遭遇 2006年推出的死魂曲2 更是扩大了游戏的世界观 感兴趣的玩家们 也可以去深入了解 而接下来 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关于死魂曲游戏背后的一些 有趣事情 游戏起初在发售的时候 销量并不理想 反人类的游戏设计 以及无法宣传的问题 导致游戏的曝光率大幅下滑 怎么说无法宣传呢 官方使用了剧情中 潜甜之子化身为私人 回到家中呼唤父母亲的经典桥段 来作为游戏的电视宣传广告 结果因为游戏中的角色过于拟争 再加上潜甜之子私人化的样貌 过于害人 吓坏了不少的小朋友和大人 因此电视台就遭到了家长们的举报批评 最终导致死魂曲的所有广告 无法在电视台顺利宣传 遭到了电视台的禁播 甚至还有一部超诡异的宣传影片 也直接不被允许播放 有一说一 这部宣传影片真的有点可怕 虽然接连而来的禁播问题 让死魂曲面临了不少挫折 但上帝也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窗 在禁播这个话题成为了其他媒体的新闻之后 开始有玩家就注意到了这部被电视台禁播的恐怖游戏 再加上玩家之间对于剧情的讨论和推测 也才开始让死魂曲的知名度慢慢地再打开 不仅如此 游戏中吃掉剁成子的霸威比沙子 其实是来自日本八百比丘尼的人鱼传说 这段传说的故事流传于日本的府警线 一位名叫高桥的渔夫 在某天捕鱼时捕获了一只人鱼 并将其带回村子 然而村子的人在看到了人鱼肉后却不敢吃 而渔夫的女儿却在之后 吃下了这条不明的人鱼肉 最终获得了千年的寿命 当然这次传说也有着相当多不同的版本 但主要就是在讲述一位女孩 在吃下人鱼肉后 获得了长年寿命的故事 而死魂曲中所提到的33人屠村事件 其实也是影射了日本真实发生的 金山30人屠村事件 金山事件发生在了1938年 钢山县的家茂村 一位名叫都井木兄的男子 是出生于有钱家族的富二代 因为从小患有凶魔炎 被禁止夏天工作 因此整天就游手好闲 再加上家境富裕 都井木兄时常都会和附近的女孩发生关系 一直到1937年 都井木兄在进行二战征兵体检时 因被诊断出有肺结核的症状 最终被判定为不合格 无法成为军人的都井木兄 也因此被村里的人嘲笑批评 甚至身边的女孩都因为他的体检不合格 而选择远离他 也因此这样的现象也成为了都井木兄的杀人动机 1938年5月21日 都井木兄先是破坏了村庄的电线 穿上了他中学的学生制服 将两个手电筒挂在了头上 身上挂着了数把武士刀 手上拿着了改造的九连发波浪宁现弹枪 口袋装满了上百颗子弹 便开始在村庄中展开行动 整个行动维持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死亡人数包括了自己的家人 和隔壁村子的居民 一共有着30人 还有3人身受重伤 最后都井木兄也来到了附近的山顶 选择结束了他的一生 而这一个金山事件 也明显的引用到了死亡曲的游戏中 游戏的主角 徐天公也最后的图存行动 也对应了金山事件的33人图存事件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啦 死亡曲虽然已经是一款非常老旧的游戏 但他的游戏设计以及故事 到如今依然相当有趣 而制作这部作品的外山龟郎 也在2021年的时候 宣布了他的最新作品 野狗子猎头怪 究竟这部新作 又会不会继承死亡曲出色的剧情故事和恐怖呢 这就只能好好的期待了 玩家们在看完影片之后 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里面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的机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